老衲手下坚持十根树 就算你过了老衲这一关 一 二 三 四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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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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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两位施主若是真的与佛有缘 天下之大何处不能相逢啊 今天一晚 看来今夜又是一轮满月呀 你就这么走了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死里逃生 才来到这儿的 好了 咱们先回去 你这是一生生把我们往外推啊你 你别来着我 你们 你们这就是无礼 走 走走走 你刚才为什么要拉我走啊 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少林寺 却吃了闭门羹 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呀 本无大师看似一掌 其实呢 在瞬息间 用了三个手势点在了我的头上 只不过速度很快 一般人其实看不出来罢了 真的吗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是约我今晚三更见面 那 那岂不是我骂错人了 本无大师是得道高僧 怎么会和你一般见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来少林寺也一定是出事了 不然本无大师 他不会这么小心行事 好了 别瞎想了 快睡吧 三更还要起来呢 我猜呀 有人一定是从武当山 就跟着我们到这儿了 他们的目标是你 你得小心行事 心可真够大的 不是吗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总是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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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的 这大师已在那边等候多时 请 多谢师父 施主 请 晚辈见过大师 快请起 白日里闭门谢客 实属无奈之举 万望施主莫怪 晚辈不敢 眼下各处反抗朝廷的势力出现 朝廷为了保平安 极力要控制武林 我少林古刹 也是在朝廷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 如果你贸然进入少林 恐怕给你惹出很多是非 惹出很多麻烦来 大师 真是用心良苦啊 玉京 感激不尽 是无相掌门派你来找我的 是吗 是的 大师 我是无相师祖的徒孙 叫 蓝玉京 无相掌门出了什么事了 师祖 他惹死于牟苍浪之手 这 阿弥陀佛 无相掌门和我相交多年 为人宽厚谦和 没想到遭此毒手啊 莫要伤心了 无相掌门有什么话要交代给我吗 对了 师祖给我留下了书信一封 祝父我 一定要到少林来找您 好 赶快给我看看 来 信中提及你吞噬红丸的症状 可老大看你并没有什么内伤啊 大师 我正要告诉您一桩意识呢 就在那个时候 晚辈被那条蛇狠咬了一口 可是啊 奇怪的是 非但没有中毒 反而觉得体内的气血畅通了 会不会是以毒攻毒啊 原来如此啊 确实那毒蛇解了你 勿食红丸的大部分毒啊 还真有如此意识啊 一切皆是缘都是命中结束啊 说起那条蛇 还是许多年以前 无相掌门送给我做药材的 这条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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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疗伤 瓢身 可以提升功力 老纳是出家之人了 不能杀生 所以 我就将这条蛇放生到山中了 没想到 他今日功德圆满 祝你痊愈 真乃是天意呀 承蒙二位大师救命之恩 实乃玉京之大幸 我看你没与见面带惆怅心神不宁 是否有什么难言之事啊 大师 我的确是有件难事 不妨说说 大师 近来 晚辈深受家世之谜的困扰 又有诸多谜案 难以解开真相 所以日夜难安 还请大师给指条名路啊 吾相掌门在信中送了你三句话 你可曾还记得 我记得 施祖爷爷在信中说过 心如止水 逆流而上 道法自然 这也是老娜要和你说的 大师 这心如止水我懂 可是既然已经逆流而上了 却又要道法自然 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日后你自会明白的 多怪晚辈愚钝 尚不能完全领悟 可我也知道 这是施祖爷爷一片苦心 我定当铭记在心 你只要完成无相掌门的遗愿 以后不须人指点 你自会全部了然的 多谢大师了 无相掌门在信中说 你要见少林大辽相机厨的 烧火僧慧可 对 不知慧可师父可还在少林啊 在 对 明天我安排慧可和你相见 太好了 多谢大师了 阿弥陀佛 是的 师祖 嘱咐我要面见慧可师父 我想 你已经猜出 耿京士和你的关系了吧 长五娘与我义父 曾经提到过一个姓耿的孩子 莫非耿京士真的是我的亲人 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我说你 原来 我不姓岚 我姓耿 对呀 耿玉京这个名字 还是你的亲生父亲耿京士 为你起的呢 爷爷 爷爷 玉京他刚刚大病出狱 我怕他受不了这个刺激 锦儿 没事 这些苦我已经受过了 我不会再害怕了 郑爷爷 所有的事情真相 你全都告诉我吧 我挺得住 好孩子 这些年来啊 爷爷一直在追查这件事 十八年前安置在 关外的所有关内的密探 都是由我和无相掌门掌握 所以我当然了解 他们的所有人的身份 爷爷拍着胸脯告诉你 你的爹娘是无辜的 更不是什么巾帼奸细 爹 娘 是 是 十八年前 你的爹娘 外公 还有无极长老之死 均与一个黑衣人有关 而这个黑衣人 又被七星剑客所伤 找到他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关于这个黑衣人 还有很多情况 爷爷 要仔细地告诉你 没什么事 五极长 呃 呃 七神剑法 七神剑法 这个面具人和黑衣人均身份不明 加之吴级长老当时身负重伤 无力追赶 所以这些线索就此便中断 在这个江湖上 膳食七神剑法的 唯有当年小武艺中的老大郭东来 而少林寺的僧人慧可 正是小武艺中的老五 看来呀 只有这慧可 能认出郭东来的样子了 怪不得师祖在信中嘱咐我 一定要找到慧可师父 想要查明真相 首先要找到郭东来 找到他 再查黑衣人的下落就不难了 郑爷爷 那郭东来现在究竟在哪里啊 是啊 我们怎么找到他 那就只有问少林寺的僧人慧可了 少座 少座 可知道 可觉不得了 我看什么 你带我干什么呀 我看一看 你会看一看 我最讨厌年轻人 到处胡参乱拜 起来 年轻人 小小年纪 竟有如此高深的修为 甚是了得呀 请问施主你的内功 是无相大事传授的话 施主 的确是费心指导过 可是晚辈太愚钝了 只掌握了一二 对了 施主留了一封信给我 里头提到了您 请过目 我和你施主已经数年面见了 他老人家可好啊 施主 施主已经先世了 施主 菩提飞树 明景飞台 此生原本就是幻象 你的父亲是耿京士 您认识我父亲 许多年前 他的事在江湖上传得很凶 我也只是听说一些 随我到后山看看 好 请 师主 慧可师父 师主 慧可师父 就见慧可师父一面 就见一面 慧可师父 住手 园通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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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他非要挑战慧可 怎么说都不肯走 这位师父 小生只是来以武会友 绝无恶意 他们偏偏对我盘问不休 不肯放行 想笔是什么 笔是剑术 要来我少林鄙视 我得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拿 缠杖来 当年我在武当 曾与你父亲耿京士见过一面 虽然说不上很熟 但是我相信 你父亲绝对不是一个坚硬小人 我相信我父亲一定是被冤枉的 必须得找到七星剑客 郭大侠问清楚 郭东来是有名的苍州剑客 他的剑法很奇特 一旦被他击中 身上便会留下七道剑痕 因此他就得了一个七星剑客的雅号 二十多年前他前往辽东 一去不返 有人说他已经死了 也有人说他改名换姓 从此啊 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 我必须找到他 你孤身一人单枪匹马 去寻找一个隐退江湖的剑客 这儿无疑是大海闹针哪 惠可师父 您可以帮我吗 师祖教过我 要逆流而上 我发誓 要将当年的真相彻底查清楚 还我父亲一个清白的名声 我也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大本事 所以才想请惠可师父帮忙的 惠可师父 不错 不愧是无相大师相中的弟子 多谢大师 夸奖 武艺可以练习 心性却需千修百炼 一念鱼 既波惹绝 一念智 既波惹生 记住 千万不要被仇恨 蒙蔽了心智 跟我来 师父 请 请 请 您 陈马 他不是昏鲁派吗 为什么耍的是武登剑 时 掌 他是在用别派的武功 来迷惑袁头师兄 这一招是青城派的趋劲通优吧 五灯太极剑法 峨眉天下秀 这家伙怎么又使出了峨眉剑 这什么剑法好像在哪里见过 你看他那只手 这不是本门工法 这是少留死的青城手 好 阁下身法确实高明 竟能将飞鹰剑法与武当剑合二为一 原来是昆仑派门下高祖 后生可畏呀 多谢大师谬赞 但这场比试是在下输了 阿弥陀佛 大师 告辞 大师 告辞 好了 开走吧 喝 把他盖好了 别漏了 慧可师父 你每天就干这些杂事啊 那当然了 寺里每天都有数千香客 和师兄等着吃饭 我的任务很艰巨 可是师父一身的本事 怎么能用来做饭呢 这叫做顺势而为 以周一犯皆是禅 哪里都是修行之地吗 你帮我把碗筷给摆一下 我给本吴大师备饭 好嘞 来 来 慧可师兄 你怎么能让客人跟着辛苦呢 没事 我父母就是种地的 这些活儿以前常干的 施主 你可是少林寺的贵客 慧可师兄 这位施主可是本吴大师的客人 你可别怠慢了 师弟 本吴大师的饭菜已经备好了 麻烦你给送一趟 好嘞 好了 我们也可以吃饭了 来 你怎么不吃啊 师父 我有一事相求 可否请你出山 带我一起去找郭大侠 恐怕要令你失望了 失望 二三十年了 我在寺里一直少获煮饭 从没出过寺门 也不问世事 再说一点线索也没有 到哪儿去找 不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那个年轻人叫东方亮 是昆仑派的弟子 昨日无相掌门派他的徒孙来见惠可 今天又来了一个昆仑派的弟子 还是见惠可 看来惠可的身份不简单哪 他不就在寺里边烧了二三十年的饭 没看出来有什么大本事 是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守座 那您说怎么办 一切皆是因果 好 晚辈让大师为难了 既然前辈为难 那玉京这就告辞了 慢走 不送 好 大师 守座 要走 看来你们两位没谈拢啊 本无大事 惠可师父一心向佛 晚辈就不强求了 惠可 你有何苦衷啊 回手作画 弟子早已了却辰缘 不问世事 对 此等想法未免偏颇呀 如果你真的是心静如水 那世间何处不是道场啊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啊 守座 弟子半生杀戮太多 罪孽深重 如今一心向佛 早已厌倦了打打杀杀 只求暗命 修炼武学 这些与出事入事并没有关联 你们以武会友 互相切磋 只要是不动气 那也是修身养性了 守座 你们随我来 ville 袁同师兄 请多指教 惠可师兄 请 四平拳 这是初学武功的小孩都会的招数 慧可也太不把袁通师兄放在眼里了吧 也许慧可根本不会武功 慧可这招平平无奇的四平拳 竟然把袁通那招威猛绝伦的拳势给化解了 神话少林 这是我们少林十三种拳法中变化最深奥的一种 今天你算是开眼了 要达到重拙大 这种境界可真是不容易啊 慧可竟能把这一招最简单的拳法 使得出神入魂 杀 杀 打魔镜 没想到袁通师兄 会使出这一招 阿弥陀佛 凡有执着皆落下场 探索本源何须求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慧可 你随我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剑山是山 剑似是似 后来呢 剑山不是山 剑似不是似 现在又如何 剑山仍是山 剑似仍是似 师父 既然来无为去无为 那又何苦执着于异渝呢 守座 是弟子沉原未了 罪孽未消 本来无一物 尘世即是西天 有何来罪孽之说呀 弟子修行尚且 不得其灵 往后定当沉心静气 断绝陈缘 慧可 师父 你念念不忘了结陈缘 那岂非更加了不了了 说得好 心中有佛便无需拘你于此地 出事入事 独善其身 兼济天下 心之所安处极为西天 江湖之内也可清修 滚滚红尘中亦可成佛 若是命术中有未了之事 不如顺其自然 你说呢 慧可明白 慧可 师父 你同意了 你二人赶快去收拾行装 我已经安排人 在罗汉堂为你们送行 大师 不必客气 不用送了 这是少林的规矩 跟我来吧 恩 恩 恩 仁仲师兄 辛苦了 阿弥陀佛 看来我还要再过一关 不是你 是这位小施主 与大师切磋 十分荣幸 好小子 出生牛犊不怕虎 来 看招 来 杀 杀 来 要达到重拙大 这种境界可真是不容易啊 辉壳竟能把这一招最简单的拳法 洗得出现入口 大天 有点 点到为止 多谢大师 手下留情 小施主果然悟性过人 只看了我与惠可的一场比试 便能将四平拳的重拙大 荣誉你的武当剑法之中 不错 权力 剑力如此 是件事 大抵都一样 多谢大师指点 请进 多谢师兄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复队 收编和电视频 十几年 妖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妖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玉京 上面那位高僧就是苦蝉方丈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少林方丈 正是 去吧 去吧 晚辈 见过苦蝉方丈 看来你已经通过了元通的考验 来 在老衲手下坚持十个数 就算你过了老衲这一关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指手不攻 归令晶 一则 方正的执法如同拈花 极柔极慢 柔能克刚 晚辈 当然不能用刚猛的拳法来抗衡 二则 要在方丈手下走过十个数 以晚辈的功力 不可能与方丈抗衡的 所以 当然是以闪避为上 这就对了 若是有了胜负之念 便是有了执念 正因为你不在意胜负 才能安然度过此关 善哉 善哉 有劳方丈了 我看你悟性甚高 又与我佛门有缘 来 让老衲 助你一程 uesai 是 我 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是 要不 Wikipedia 我愿意 看到你 添点 你不愿意 胸中似乎有许多热力在涌动 看来你的内力又增添了几分 善哉 善哉 阿弥陀佛 多谢方丈了 前面就是达摩祖师面壁的地方 走 好 慧可师父 本吴大师怎么坐在这里啊 莫非还要过他这一关 慧可见过首座 见过本吴大师 玉京 你要下山 需要先坐一坐这蒲团 来 使不得 首座 普通乃是法师所用 玉京他 他没有这个资格 慧可 你入佛门多年 怎么还执着于人相我相 要知道佛法讲的是众生平等 四大皆空 只要是心中有佛 无可无不可 阿弥陀佛 我尝试 你 阿弥陀佛 我尝得老头 他没有 某陀佛 你 我的道下面 今天的功课就算完成了 难道本吴大师要教我作禅 不可心存妄念 本吴大师这是要试探我的内功 我若是输了 是不是就出不了这少林死了 本吴大师要教我作禅 我却想到内功的笔试 方丈刚刚说过 有胜负之念即是有了执着 对 我必须先去执着 好 武当心法本来就与禅令相通 如果玉京能消除患德患失的意念 内功的威力 也就自然而然地发挥了 刘洒虚空 无杖无碍 对 坐得蒲团 出得山门 贫僧替无相大师 考教过了你的功力 看来他可以安心了 大师 晚辈感觉体内翘道尽通 浑身上下 轻松了不少呢 那好啊 偷偷摸摸潜入少林 真是有志体团呀 老兄 你就别计较这些了 快走吧 有人来了 施主 走 这少林寺这么大 我们上哪儿找玉京去 这还用问吗 一般外来的乡客都住在客堂 你就跟我走吧 多谢本无大师 巧儿 郑爷爷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和本无大师早就来了 你的表现是尽收眼底 进步挺大啊 毛猴子 真没想到 你这个脑袋瓜还真是挺聪明的 对不起 经儿已经长大了 不许乱叫外号 就是 长大了他也是毛猴子 毛猴子 毛猴子 从今以后 请叫我耿玉京 耿玉京 郑爷爷 你看我怎么样 不错 通过了少林高僧的指点 果然是大有掌尽 玉京 你的红丸之毒已解 无相大师所托之事也已完成 阿弥陀佛 多谢大师 多谢大师 大师 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了 大师 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了 京儿 这封信是当年有一个叫郭普的人 留给你父亲耿玲市的 这日后要是找到郭普 他定会告诉你 你的父母在辽东的一些情况 郭普现在在哪儿呢 要无音信 我也曾多次到京城打探过 没有结果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儿 京儿 接着 这 这是无相掌门托付于我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留给我的 无相掌门说 一定要把这东西 交给武当未来的真正传人 希望他能不辱使命 光复武当 可是 看来爷爷很赏识你呀 武当派传人哪 多谢郑前辈赏识 可是 可是我没有任何剑术 不配拥有这传家宝 你就是我认定的武当传人 这 这黑乎乎的铁棍是什么 这把无人古剑是武当掌门的信物 别看他其貌不扬 可却是稀罕的宝物啊 他连剑刃都没有 怎么能叫宝剑呀 仔细说好了 等日后派上了大用场 你就知道了 哦 静儿 你看 这是本太乙玄门剑法 他与无极宫心法 并称为武当的至高功法 但无极宫的上部早就不见了 都以为这武当秘籍 从此就失传了呢 没想到阴差阳错 你进了三封祖师的山洞 把这武功秘籍都给削全了 真是机缘巧合呀 从此秘籍就后继有人了 就凭这一点啊 玉京也该是武当派传人 说得好 站住 好像有人在闹事 走 给我站住 何人如此大胆 看剑 别打了 玉京 在少林寺部的屋里 东方大哥 东方大哥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那 玉京 我千辛万苦找到你 你就如此对我 行啊 你 对不住了 我刚才没有看清楚 一着急就 中尉师弟 中尉师弟 误会 误会了 师兄 这家伙多次战闯少林 我们怀疑他是奸细 一派狐言 误会了 各位师父 东方大哥是我的好兄弟 中尉师弟 这几位师主是本无首座的朋友 都是自家人 大家误会了 散了吧 众位师弟 散了散了 玉京 你不是跌下悬崖 摔死了吗 怎么这一转眼 你这功夫就精进了不少啊 其实这都是拜 少林寺几位高僧大师所赐 也算是我走了狗屎院 东方大哥 你要是能早一点来就好了 你也可以亲眼看看 这些少林寺的高僧 是怎么教玉京功夫的 对了 我给你引荐一下 这位慧可师父 他可是一位 隐识不出的高手 咱们以后可以 和他好好切磋切磋 阿弥陀佛 原来如此 告辞 东方大哥 东方大哥 好好跟他解释 他怎么生气了呀 你想啊 你们两个平日里 以兄弟相称 现在你一个人 练就了一身武艺 他自然心里不高兴了 我说他怎么生那么大气呢 哎呀 不过你也没做错什么 等我们见到东方大哥 好好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 阿弥陀佛 缘来则去 缘聚则散 一切随缘罢 都在留着 我来看 这儿 似乎乖 我看我 你乒乖 吃最后 吃得很大气 你avor 等我 你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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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走啊 东方兄 你听我说 若不是我点醒你 你至今还被那小子蒙在鼓里呢 你也消消气 这玉京在少林寺的奇遇啊 你做梦都想不到 他的奇遇与我何干 也是 走 咱哥俩找个地方 喝一杯 去 你们可曾听说 很多年以前江湖上颇有盛名的 小武艺吗 没有 没有 也是 经过了这么多年 有的死了 有的失踪了 有的出家当了和尚 难怪会被人淡忘 那这小武艺是 小武艺当中的老大 是齐行剑客郭东来 老二是批力长王惠文 他虽然排行老二 但是他那年龄最大 王惠文一般不用兵器 仅凭双手就可以杀人于无形 他成名得最早 但是 退出江湖也是最早 那这位大侠为何激流勇退呢 不大清楚 我只知道 当年 小武艺在江湖上最富有盛名的时候 王惠文突然宣布金盆洗手 所以 很多人 没把他当成小武艺之一 还是将另外一个人补了进去 慧可师父 怎么小武艺的事情 你知道的这么多 小武艺当中这个老武啊 是一个喜爱习武的农家后生 他年轻好胜 仗着有一些天资 扛着一把大刀 横冲直撞 江湖人称 夺命刀 这位好汉 叫什么呀 他的名字叫慧可 对了 我们说对了 这个丫头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爷爷告诉我们的喽 原来是这个老酒鬼呀 原来是这个老酒鬼呀 他把我的底线穿都抖出来了 说实话 真的很想念当初的好时光啊 那我们五个人来自天南地北 不同籍贯 不同门派 有侠士 有强盗 也有一政一协的人物 只因一起相投 结识在江湖 便结成了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慧可师父 听你这么一说 我更应该去找东方兄了 因为我们是好兄弟 什么东西这么嗆啊 里面冒火星了 玉京 小心 我的功法 我的玉京 我的功法 好了 我下山的时候 师祖曾经嘱咐过我 叫我把这些功法都备熟了 然后焚毁 其实我早就都备熟了 只不过我一直没有舍得 就想留个念想 这些功法 未曾想今日却 今日这功法和剑谱 毁于三封祖师之地 无论是对无相掌门 还是对这功法 都是最好的归宿 小二 小二 阿弥陀佛 菩提本无术 明镜亦非胎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阿弥陀佛 保重小心 阿弥陀佛 帮主 小心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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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帮主 快走 哪儿来的臭男人 水灵 怎么回事 听他们说 好像是来活捉你的 岂有此理 别追了 快走 我看 他们好像是你的熟人 熟人 他们既知道你的性命 又知道 你每晚练功入定时 对外面的一切都毫无察觉 只是 这客栈的老板是你的朋友 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过来 喂 喂 那儿有姿 终于有眉目了 段云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段云 是段魂 段魂 他临死之前写完段字就已经没有力气了 所以魂字他只写了一小半 魂 你怎么知道这是个魂字 这附近有一个段魂谷 他写这个写书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 他是被段魂谷的人所杀 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怀疑他跟那些贼人串通好了要来杀害我 因为只有他知道我每天晚上要练功 没想到 连段魂谷的人也知道 看来他对你颇为忠心 他的眼睛是被我父亲刺瞎的 我父亲对他已经很仁慈了 他犯了什么罪啊 他以前是我父亲的仇家 凡是和我父亲作对的人 没有几个能活命的 他已经是个例外了 你父亲有这么多仇家呀 怪不得你被追杀呢 对了 刚才那三个人里有一个被称为帮主 帮主 你知道是谁 能被称作帮主的 这方圆百事里之内只有一个人 可是 他是我父亲以前的手下 对我父亲颇为忠心 不可能会来杀害我呀 我们还是赶紧回昆仑山 将此事禀报给我母亲吧 最后有人哈的 以后才会哭 是谁 隐功 一二二三二二三 vertical 一一一二三二三 我第一第三三 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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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你醒了 这什么鬼地方啊 我烫了 他来什么地方啊 快起来 别大君小怪的 我们只是说 就是种着迷药而已 迷药 这什么地方啊 对了 惠可师傅呢 惠可师傅啊 别喊了 这是个地牢 我们这招谁惹谁了 这帮小人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把我们给抓起来 在这江湖之上啊 真正可以正统置敌的招数 就能几种 但是这些下三滥的招数啊 却是数不胜数喽 以后你闯荡江湖闯荡多了 自然可以一一见识喽 都怪我大义 要是让郑爷爷知道 咱们在这阴沟里翻了船 一定又该笑话我了 不然 恐怕我们这次遇上的 是一个大风浪 你也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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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说的 现在你再有个大风浪 2900天 这位是东方少侠 见过帮主 坐 坐 这 是这样 之前贵帮抓到了三个人 正是他们武当派的 三个叛徒 此次帮主出力 助武当捉住了叛徒 我们感激不尽 我捉他们是为了自保 至于你们武当的家务事 我不感兴趣 也懒得要这份功啊 断魂骨一向不是权贵 卢帮主之气节 在下佩服佩服 岂敢岂敢 在下只不过是 处事随心罢了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 是这样的 谋公子呢 打算带走这三个人 您看 什么 带走那三个人 谁也不信 那三个人是帮西门夫人来灭我的 我只能轻易放他们走 那三个人 确实是我武当的叛贼 我奉家父之命一路追来 就是为了将他三人带回武当 给所有人一个交代啊 这不关我的事 在我和西门夫人了断此事之前 你们谁也别想把他们带走 帮主 我认为不妥 怎么 东方少侠有什么好主意吗 耿玉京的心性我很了解 对他严刑逼固 怕是不管用啊 没关系 在下这儿 有一味药 这味药 是从西域藩僧那里得来的 用了此药的人 五脏六腑定会受那灼热之痛 而且 四肢还会变得奇痒无比 服用此药 万事大吉啊 我说的是真的 虽然我没有用过它 但是放到那小子身上试一试 那真合适啊 如此药性 用来审犯人最好不过了 还得多谢陆兄慷慨相助啊 不客气不客气 万万不可 能不能用 忍不客气 我们现在的一家伙子 你去看哪儿 我们要求我们 我们要求我们 我们去看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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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留心看着 就能将他的剑法一一记录下来 你 这样也好 不过你的剑法有着落了 我的秘籍怎么办 不只是笔剑 他的所有招数我都能记录下来 包括他从少林高僧那里得来的指点 我也能看个一二 那不还是剑法 我要的是秘籍 不然我怎么跟我爹交差啊 那你得自己想办法去了 忙活半天全给你们办好事了 想不到东方少侠 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啊 惭愧 惭愧 东方兄最新剑法 平时剑人演练剑术 一朝一世都能学来 帮主 那我就下地牢去了 好吧 我说过不掺赫你们的事 只不过 别把人给我弄断气了 其他请便 多谢帮主成全 我通常每天都不拿着 请兴不动 请兴不动 还你 你不是想来吗 我先来 打赫 多谢帮主 拿下来 那这些东西 都要起来 你 你我真的要没有 非常地 还要 还都给你 看来你是全好了 就知道惦记吃 拿慧可师父的话来说 记忆身处困境 何必再为难自己呢 想什么来什么 伙计 下次早点来啊 谢了 酒终于来了 你慢点吃 好吃 看来这饭菜里头 还真加了些内容啊 什么内容 药 药 没关系 这只是一种迷药 不足以致命 放心吃吧 慧可师父 这 这药真没事吗 要是每天有酒有肉的 我就是作画在这里 那也算是值了 赶紧 这老房 也真是天下奇观呢 巧儿 你清工好 快上去看看 我是巧儿 我又不是鸟儿 刚才我已经看过了 这些地方虽然有很多凹陷 但都很浅 根本不足以支撑 纵使庆功再好 也没有落脚的地方 我说你们俩呀 别再费力气讨论这些下下策了 图损心力 可是不能一辈子都待在这儿吧 是啊 贫僧认为能保住一条命 远比强政一时一级要高明得多啊 世上所有一击制胜的耙子 都得讲求天时地利人和三项齐全 这道理我是明白的 你明白但未必通透 玉京啊 你本来已经调整好了心态 还能投那些小喽啰逗趣 为什么现在自己却慌了阵脚呢 难道你真的经不起半点变化吗 这 我如果是那个贼人 就不会为你废这盆周折 只需要攻心 就会将你稳稳地拿下 是不是 吃包 就是这儿 来 了 那我先告辞了 可算有动静了 来吧 小心啊 来着何人 怎么 你趁人之外还掩面藏头 算什么好汉 怪不得在我饭菜里加料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你是谁 怎么会用七十二路夺命剑 说话呀 我今天非让你开口不可 怎么样 别跑 少 少侠 这什么意思啊 谁让在饭菜里下药的 这是上头的指示 我这什么意思啊 我来 这我比你还要 最后一句话 吃饭菜 一快吃饭菜 这我能吃饭菜 要吃饭菜 你还要吃饭菜 还要吃饭菜 你没有尽全力呀 好没意思 心神不宁 自然影响发挥 还望帮主不要怪罪 不要吞吞吐吐拐弯抹角 有话请直说 我是在担心东方兄啊 你不用担心 那小子在地牢里已经被下了药 东方亮没什么危险 帮主有所不知 东方兄原本和那耿玉京有点交情 后来吃了苦头 这才认清了那家伙的本性 吃一切长一智 岂不更好吗 东方兄为人单纯 我就怕他一时心软 做出什么傻事来 你不信任他 我是不信任耿玉京那个花头 咱们不得不防他一手 东方少下有何事 让开 我有提示找你们帮主 帮主现在正在会客 不方便进去 我出去看看 东方少下不能进去 让我进去 少下不能进 我要进 帮主 真不能进 帮主再回客 不能进去 是 东方兄 形势如此鲁莽 不是你的作风啊 陆帮主呢 你让他出来 我也有事找他 帮主不胜酒力睡下了 出什么事 他们竟然在耿玉京的饭菜里下药 这么做太过分了 怎么能分出胜负 你和他过招 目的是为了记录剑法 胜不胜的 怎么有事 你其实得有什么 不胜的 我还不点 不肥胜 你不肥胜 你不肥胜 你也不肥胜 你不肥胜 你不肥胜 我肥胜 你不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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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连性命 倒不一定保得住 不管怎么说 你们正作有为君子之道 卢帮主 请出来说话 太晚了 帮主已经歇息了 用药只是权宜之计而已 总好过用墙啊 免得受伤 你说是不是 好了 天不早了 你也早些歇息吧 谋面人一天来三次 每一次都是在玉京服了迷药之后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杀杀 此人剑法学得很杂 招数变化又多 却从未发全力知我 都是虚晃一枪 比较几招而已 这一天 是什么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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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大致拿稳了 这个蒙面人的意图了 每次主事 我要是用老招式 他必定会不依不饶 多斗上几个回合 非得逼我使出几招新招式来 他才肯罢休 今天早晨 你们只对了三五招而已 不错 我为了探清他的底 金尘比试 唯一出手 非用了个新招 他一定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了 如此我们便可以确定 这家伙下来 既不是戏耍取乐 也不是想跟你一较高下 没错 他是在逼我演练新招式 意在记录我所使用的剑法 这人不会是谋依宇吧 他不是想尽一切办法 要取你的剑谱吗 也有可能是东方亮了 还是慧可师父看得明白 那人的身手 应该是东方兄 东方大哥 怪不得 他一直不敢拿真面目见我们 慧可师父 我有一事不明 如果我能够认识 他真的是东方兄 他为什么不救我们上去 不清楚 我也在纳闷 他怎么会和山匪混在一起了呢 那日 在少林寺 他生你的气走了 该不会 他到现在还在生你的气吧 东方兄虽然对我有误会 但绝对不至于 和山匪合谋害我们 等再见到他的时候 我一定问个清楚 这其中必定是有原因的 不过我们先不要想那么多 无论如何 等下一次他下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拿住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逃出去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眼下我没办法使出内力啊 但从招式上 确实难以制住他 你若能少吃一顿迷药 或许就可以将内力发挥出来 一顿 一顿哪够啊 若想完全恢复啊 至少也得断药三日 可是如果玉京三天都不吃不喝的话 别说使劲了 他连使基本招式的力气都没了 好 非夜 仅需少吃一顿 再喝一些补药 恢复速度自然就会加快 补药 我们哪里能弄来补药啊 怎么还没来啊 不知道 东方尚少侠 这一顿都没有疯了 你想用呢 好 走 再看他 他在给他 看他 要或许就在干涉 没心情跟你比划 走吧 如何了 下去了 那你不看着点 用不着 每日早晚两次 他自觉的狠呢 该下的药呢 下药的事由卢帮主安排的 用不着我们操心 东方亮的进展如此慢 着实不应该啊 哪里用的招这么麻烦 换作是我 准在一天之内 将他的招式全部比出来 师太你不出五招 定会一剑把他给杀了 又哪个大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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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你 慧可师父 怎么样 稳住 大哥 怎么样 大哥 咱的兄弟都换好断纹果的衣服了 随时可以动手 做得好 等我的消息随时行动 好 东方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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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药给他们放下去 没有帮主的吩咐不能给他们药 有什么事我担着 您是客人 当然好说话了 可小的们担不起呀 你们帮主要的是活人 可下面有一个和尚 应付了过量的民药 我现在气血组织经脉不通 这要是人死了 你担当得起吗 这 算了 有事他担着 好 好吧 给老和尚的药 有动静了 来 看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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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不要慌来慌去 慌得我眼睛都慌了 会不会是那个药太厉害了 你吃不消啊 成败在此一举 我这是紧张的 玉京啊 别慌 一会儿交起手来 你必须全神灌注 一旦把他击败 尽快困住他 要不然 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可是玉京 你都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会不会没有力气啊 只是我的内力刚刚恢复些 没有师生的把握 玉京 你天资聪慧 除类旁通 这样吧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也许对你有益处 难道大师 你有什么一击是圣的罚在 世上并没有什么锦囊妙计 一切还须自己体会 过来坐下 好 慧可师傅 你说吧 好 刨丁解牛很有一手 他说到 头三年我满眼都是牛 后三年满眼都是肉 再后来 满眼都是沾着皮肉的骨架 是血脉串通的肉身 所谓骨有剑 任务后 则游刃之勇 你不敢 我 我 不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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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 我用神域 好 我明白了 这昆仑宫的人怎么还没消息啊 真是急死人了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会不会是陆志诚从中作梗啊 这样吧 你再派一个可靠的人去趟昆仑宫 问他们为何迟迟没有答复 好 好 多谢你的药 别这么着急呀 你别这么着急呀 古有剑 任务后 不用无毒 只用神域 东方大哥 东方大哥 玉京 快把他拿下 不知道 报 报 帮主 东方亮有事求见 他又来干什么 好像是替地牢里那三个人求情 木俊 是 是 给我闪开 东方少侠 我要见你们帮主 少侠 闪开 少侠 你不能进 少侠 闪开 让我进去 闪开 帮主 让我进去 何事那么嘈杂 东方少侠要见 东方亮 帮主 我应该是要看你 小侠 我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你不认为你 你不认为我 我认为你 就能让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要认为你 你不认为我 你不认为我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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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这 他 东方少侠请讲 帮主 地牢中那三个人 并非是昆仑宫 起来对付断魂谷的高手 这一切都是陆之常所为 为的是挑拨昆仑 与断魂谷之间的关系 帮帮帮主 他无陷我 是 肃派人去昆仑宫 是 帮主 东方老弟 你这话从何说起 若真是如你所言 那昆仑宫为何迟迟不见回信 这 我怎么知道 但你们为了拿到秘笈 这么做实在是太卑鄙了 秘笈本就是我武当派的 耿玉京已经被逐出师门 他原本就应该还给我武当 耿玉京被逐出武当 还不是因为你们牟家父子 你们牟家父子夺了武当 今天还想同着陆志诚 夺治断魂谷 你 东方亮 你不要血口喷人 对 他他他他他血口喷人 东方亮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你 我说昆仑宫怎么迟迟没有答复啊 既然话已经跳明了 那好 卢帮主 我可以告诉你 你派去那几个人 已经在阎王殿了 你们几个萧小之辈根本不值得我放在眼里 看刀 走 这是他们设好的陷阱 如此说来 我是结结实实地中了他们的奸计呀 实在是愧对诸位了 现如今又被他们点了穴道 封了内力 还管在自己的地牢里 卢帮主不愧是江湖之人 敢作敢当 还知道羞愧真好 卢帮主 在这地牢之中可有什么机关 能够帮助我们逃离此地 此处是天然的山洞 只有上面一个出口 如果上面不放绳索下来 根本出不去啊 对了已经 卢帮主和东方少侠被点了穴道 只怕不好受啊 管他们好不好受呢 这一切不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吗 这一切不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吗 东方大哥 我先授你无极功心法 试试看能不能替你解开穴道 你这儿呢 你这儿哪有了 有了 怎么知道 你你来做过去的 你不是在上了吗 你把我帮我送了 你把我的账命连在我 你来拿走 考虑的周全啊 慧可师父 快走 无耻之徒 无耻之徒 我拉你 救命啊 无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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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毁了我们断魂骨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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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什么呀 铁针如山 你还跟我狡辩 我砍了你 追 别追了 救人要紧 快带我们去救人吧 跟我来 没事 帮我帮你 你咋够了 治愿 那身族 就咋够了 你糟了 脑蚓 不得罪 请多包涵 陆帮主 不必如此客气 我们得想办法一起打出去才行 现在上面 只有一个我信赖的兄弟班大超 希望他尽快来救我们 一会援兵到了 陆帮主 你和东方大哥先出去 玉京 我们要一起上去 我们三个人 被那米药伤了内力 没办法施展轻功上去 有劳你们了 这 这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让三位受苦了 受苦了 陆帮主 你不必自责 都是在下受了谋一语的挑拨 才害得玉京和这位慧可师父 还有巧儿姑娘 受刺磨难 我在这里给各位赔罪了 东方大哥 你千万别这样 是我先对不住你的 阿弥陀佛 这就是地牢的入口 赶紧救人 你不是要杀了我吗 老子今天先杀了你 快去救人 这边又我 小心点 嗯 我我朋友 来那个动物 你不让我 别让我 你他要杀了我 救我 救人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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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魂骨 完了 东方大哥 玉京呢 玉京在那边地牢 你快去救他 我在这里应付 好 往哪儿跑 巧儿伸手 伸手 水灵姐 怎么是你们 没事吧 帮主 咱们有话好好说吧 我看你往哪儿跑 玉京 玉京 小心 怎么样 姐 好 陆寒 神聘 走 好 表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快 怎么样 人都上来没有 他怎么在这儿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叫西门燕 西门夫人是我娘 你是水灵的弟弟 那以后你就是我弟弟了 哦 好吧 表哥 蓝姑娘 心来可好 多谢东方大哥惦记 我在昆仑宫过得很好 真的 这燕儿 没让你受委屈吧 什么话呀 水灵现在是我亲妹妹 你就放心吧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玉京 你在牢里肯定受苦了吧 没有 你们两个给我分开 这位姑娘你有所不知吧 我们会经历此劫难 全部都是拜你表哥 东方大哥所赐的 你 巧儿姑娘 都是我不好 是我太自私了 一心只求剑谱 害得诸位在这里受刺磨难 我在这里给大家赔不是了 东方大哥 你可千万别和巧儿一般见识 他呀就是嘴上厉害 心眼其实挺好的 谁说我心眼好了 我心眼不好起来 我可不好可不好了 好 诸位 我们寨子里谈 走吧 水灵姐 东方大哥 走吧 表哥 走吧 好 这么长时间没看到我 你都想死我了吧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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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小的办事不力 请大人赎罪 没用的东西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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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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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是拿下昆仑宫的 一枚好妻子 驾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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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大家坐啊 慧可师傅 坐这儿 来 好 请 表哥 我们坐这儿吧 来来来来 大家都落座落座 来来来 表哥坐坐坐 我先说几句 这几日 让诸位受委屈了 在下心中有愧啊 特地设宴款待诸位 咱们今日啊 一醉方休 来一醉方休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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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慧可师傅 来来来 你既然已经还俗 那就不要客气了 来来来 大伙儿都吃都吃啊 慧可师傅多吃点啊 吃点这个 好 来来来来 你也吃点啊 燕子姐 你怎么了 可师傅 来一次 哈 先圣子姐 就是 有点 気味感 是一个人 可是 这一杯薄酒着实难表歉意呀 我受拿某一语和东方亮的蒙骗 以为你们几个是西门夫人 请来对付我们的 我真是愚笨透顶啊 等等 卢帮主 你说说 我表哥他怎么骗你了 他 他们当着我的面亲口指认 慧可师父 玉京兄弟还有巧儿姑娘 说他们是你母亲请来的武林高手 为的是吞并我们断魂骨的 真是可笑 这种话你也能信啊 我 我娘他不问世事已经好多年了 等等 再说了 我们昆仑宫能干这种龌龊的事吗 那是 那是 西门姑娘 老朽也是一时糊涂 得罪了各位 改日我一定亲自上山 向西门夫人赔罪 快别 我娘她闭门谢客 她才没有这种闲心观 这种无神 艳险 好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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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帮主啊 其实呢 我们也是要去昆仑山 拜访西门夫人的 哦 为的是探寻武当十多年前的一桩弥案 即小弟的身世之真相 这 好 那好 我派人送你们上山 好好 来来来 多谢陆帮主 哎 哎 背信七役的东方亮呢 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吗 什么时候走到 我怎么没看见 翘儿姑娘 你可别忘了 营救你的 也有我表哥一份呢 营救 他那是自救好不好 他要真想跟我们道歉呢 也要看我们接不接受 你把话说清楚 我表哥 他怎么对不起你了 停 他不是对不起我一个人 是对不起我们三个人 来 玉京 你来给大家好好讲解一下 我们在那个地牢里 一日三餐 餐餐吃的都是迷药 吃什么滋味 嗨 说 巧儿啊 我认为呢 东方大哥 绝非是一个背信七役之人 你也不向着我 你也不向着我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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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巧儿姑娘 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 就无须再提了 那是那是 今日啊 我们还要感谢卢帮主 对我们的相救之恩 哪里哪里 让我们共同 敬卢帮主一晚 好 来来来来 来来 干 干 干